你电视台介绍的能什么呢 能在嘴上啊 我们节目常常看吗 经常看 是人的 张立台那样 张立台 我找就是吧 找个老实八角的 成功顾家的 不往哪走的 不抽烟不喝酒的 最好是别问钱 如果这个男人不想和我有糖尿病 第一 第二点 不想和儿子不结婚 他就是五大男我也嫁 性格开朗实在的康大姐 完全符合冯大哥的择偶要求 那么老实厚道 肯为前妻亲近所有的冯大哥 能否通过康大姐的考验呢 喂 你这是要干啥呀 姨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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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见到你们好开心 是吗 开不开心 又让我上前面看着了 来一份 这就是 你这是旅游的标配啊 是不是啊 对呀 防晒帽 防晒衣 这是旅游记的吧 他要去前次面试 今天面试 然后为了你都推了 是不是啊 不可以啊 那我怎么这么负责呢 我怎么不得费呢 好美人啊 绝对的好 他吃不着了 绝对的好姐妹啊 我拉你们 我这是旅游团 你给我参加 参加 我就是我还是带你们去旅游去了 吃啊 吃啊 牛 嗯 我带你去看看 你嘛 还有六个柿子 带我五元我老妹今天啊 好事成爽 谢谢 康大姐说 因为自己糖尿病的缘故 所以自己最怕饿 上次陪陈大姐相亲 连口水都没喝着 所以啊 今天自己把口粮准备得足足的 两个人吃着笑着烙着 很快就来到了冯大哥的家 这个就是康丽华 康大姐 这是冯俊友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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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眼瞅得挺好 哪好 哪好 这个身体也好 长相也行 五十多岁 五十多岁也不胖 就算胖了 不算胖 咋子也不丑 割缝也行 也得行 也得行 这个是他朋友 朋友也是过来帮他探摩探摩 介绍介绍就找 走吧 房子这就是房子小点 以前我们家农村的时候也是 也是啊 也是啊 对 这样一上年 集体规划 对 这大棚挺不小的 之前冯大哥还有点担心 怕康大姐不喜欢农村的环境 可是没想到啊 同样也是出生在农村的康大姐 对冯大哥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那就继续了解一下吧 这也最好凉不凉不凉不 这屋还挺凉不的 大棚子 我这儿的箱子也做着 新啊 那妈太可新了 现在也 我就坐这边吧 坐这边 坐这边 坐这不久 想让大哥这个 个啥样啊 睡里边挺高 反正个挺高的 一米八几 一米八二 一米八二是不是 当兵来的嘛 当了几年兵 当三年 坐下吧 什么兵 消防兵 就是救过那种 就是救过那种 嗯嗯 大姐给我吧 大方让大哥坐下吧 这局数 这就是我 这这位开心 这边也打打打呀 这边也打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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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打打呀